由华林先政府客家事务处所办理的客与新传分享会 八日下午是在客家这个文化会馆举行 那么由客家诗人叶日松 客家的音乐创作歌手徐时会 以及景广台客与节目主持人湘怡 三人分享不同领域如何推动客与以及文化传承的经验 与在场的乡亲进行交流分享 展现客家新传的特色与发展 华林先政府客家事务处积极推动客与新传工作 让乡亲可以透过多元的管道来听客语、学客语 八日下午在华林客家文化会馆举行的客与新传分享会 由客家诗人叶日松、客家音乐创作歌手徐时会 还有景广客语节目主持人湘怡 分享不同领域如何推广客家语言还有文化传承的经验 也和现场的乡亲进行交流分享 让读作笔记 怎么样才让学生能够 永远永远记住 就是一定要很轻巧 文章一定要很精简的东西 就是延续我们客家处的快乐港好发 也非常感谢每次都有不同的主题 让我可以去发想 那我希望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都有不同的单元 那我们在这个客家事务处 我们邀请了非常多的客语的新传诗 这是一个象征文学的传承 我们在这个地方办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发表会 诗的发表一定跟歌曲来传达感情有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了这个音乐家徐世慧老师 那我们今天把这个客家的诗客家的音乐 我们做了一个美和 在一个小小温馨的场合 我们让大家来分享 怎么样用诗 透过文学的角度 透过音乐来感动非常多的年轻人 来加入客家艺文的行列 客家诗人叶日松也就这次活动发表他的新书 想象七星潭天地共缠绵的十个作品 想象七星潭天地共缠绵 我是把两首诗的题目 合在一起变成这本书名 叫做写七星潭的 写一些普通的 加起来的变成这个书的名字 这本书这个特色 就是我书写第一个单元的 台湾各地的 关于人文 地理 民生古今 客家风情 客家事务处处长彭伟就表示 客家文化传承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客家事务处以多元方式推动客语 希望乡亲可以更加认识客家文化 进而保存和振兴 这次的客与新船分享会活动 也展出了花莲客家特色与发展 借刘明圣据来相报道